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非常感谢您在半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人到中年了,人生过了一大半, 在这个年龄段,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走路走一小段,就会气喘吁吁的, 感觉到胸闷气短,而且自己的骨头也没有眼影时那么的坚韧啦, 不小心撞一下就会断,所以平时的时候不敢出门, 更不敢在雨中走来走去的。 如果不小心滑倒啦,吹淡了骨头,那么照样的就是自己啦。 这是因为骨质疏松的原因,造成了骨质疏松的原因在于骨质的流失。 导致了骨密度的降低。 中医上说,肾主骨生髓,老年人由于肾气渐衰啦, 会出现骨质疏松,而老年朋友们不仅是肾气衰退, 全身的机能都在衰退, 所以一定要预防骨质疏松, 光靠补肾是不行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的食疗方法, 只要坚持使用几天的时间, 腰部酸啦,腿部疼啦, 并且能够还好地预防骨质疏松, 而且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能力, 让身体越来越劲打。 下面跟着视频了解一下知道的方法吧。 我们先准备磷子。 磷子有特别好的滋补作用。 磷子中的钙、铁、磷含量比较丰富, 这几种营养物质是构成骨落牙齿的重要成分, 可以帮助我们增强骨密度。 所以经常吃磷子就有很好的固肾, 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 从中医角度上来讲, 吃磷子还能够补肾、补皮。 磷子含用的微量元素,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促进血循环, 帮助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并且除此之外, 莲子还可以控制身体的水源平衡, 帮助避免痛风的发生。 所以一场生活中,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莲子, 既补钙又营养又美味。 再准备一把花生。 花生并以长寿果, 是我们一场生活中经常吃的一种坚果。 花生含有人体必要的成分氨基酸, 特别是富含蓝氨酸, 有利于提高质力。 骨氨酸、天洞氨酸, 有利于促进脑细胞的发育, 增强记忆力的。 花生含有耳茶素, 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能够延缓衰老, 达到强生健体的作用。 花生富含脂肪油, 可用于治疗慢性咳嗽, 哮喘、咳嗽等症状。 花生中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大, 花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帮助香化, 促进排便, 而且能够降低胆固醇。 花生含有比较丰富的钙元素, 能够帮助我们肩脑抑制, 增强骨骆密度, 可以帮助儿童生长发育的, 避免老年人的骨质松松。 平时老年朋友们可以多吃一些花生, 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出现骨质松松。 山药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补脾胃, 补肾, 补胃, 它能够降低胆固醇。 因为山药纤维可以缩短食物, 通过小肠的时间, 从而减少了胆固醇的吸收。 山药含有皂肝, 能够降低胆固醇和肝油酸质, 对高血压, 高血脂都有改善的作用。 山药中含有的多种营养元素, 包含山药碱, 铁蛋白, 这些元素可以促进身体对肝元素和维生素D的吸收。 从而帮助增强骨迷度, 预防骨质松松症。 老年人可以多吃一些山药, 不仅可以补益身体, 还能帮助我们预防骨质松松。 再准备红豆。 经常吃红豆, 可以预防骨质松松。 骨质松松是老年人常患的一种病症。 红豆及豆类品含有机器丰富的人体必要的营养元素, 比如八种氨基酸、 磷、 钙等重要的微量元素。 其中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和植物激素。 多吃红豆, 可以清醒抗癌, 抑制骨着松松。 红豆腥干, 酸, 瓶, 龟心, 小肠。 红豆具有健脾的功效。 红豆是一种容易消化的食物, 其吸收的效果比较好, 具有明显的滋补, 强生健体的效果, 特别适合脾胃出色的人群。 红豆富含铁元素, 具有瘾尿、 补血的功效。 红豆含有铁元素, 具有很好的瘾尿作用。 在古代艺术上记载了, 红豆具有补血的功效, 还可以养心。 所以红豆是最佳的保健食品, 而且可以活血、补血, 提高自身的抵抗能力。 红豆富含铁质、 维生素B、蛋白质、 钙等对于去湿排毒, 利尿都有很好的效果的。 在准备黑米, 黑米含有花青素、 多种维生素、 矿物质等营养物质, 有补益根肾、 补铁补血、 降压作用。 中医间为黑色入肾, 经常吃黑米, 可以达到滋补干肾的作用, 对干肾部组引起的头晕木屑、 失误模糊、 凋溪酸软, 都很好的补益作用。 而且黑米中含有比较丰富的铁元素, 可以促进铁红蛋白的合成, 达到补铁的效果。 黑米中含有蒙、 鲜、 维生素、 叶绿素、 花青素、 胡萝卜素, 可以强心肝、 营养物质、 属于滋补的佳品。 多吃黑米, 可以提高脾力, 对抗衰老, 起到延长移出的作用大。 并且黑米含花青素、 鲜元素, 能够抗氧化, 清除自有机, 抑制矮细胞的生长, 有抗癌妨碍的作用。 下面包们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里面, 我们直接焖煮就可以了, 焖煮30分钟。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下的小手帮我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个支持和点赞 都会显示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温度好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喝啦, 不需要放糖的, 这样喝起来比较好喝。 莲子可以健脾益肾, 而且能够健脾去湿, 补中益气, 山药可以补肺益肺, 这药粥营养比较丰富的, 既可以补钙, 还可以促进盖的吸收。 像老年朋友们, 可以经常地喝一喝, 能够很好地预防鼓入伸缩症, 还能够帮助我们补充各种营养元素, 降低血脂, 降低胆固醇。 对老年朋友们来说, 就有特别好的保健养生的作用, 做法比较简单, 如果喜欢的朋友们, 也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